你知道现在的水质监测有多智能吗? 针对水污染问题,南庄镇政府采取了各种有效防治措施,其中之一,就是建立多个水质自动监测站。 南控电力为南庄镇建立了三个水质自动监测站。 监测站配备完善,主要是由站房单元、采样单元、监测设备单元、安防监控单元等组成。 全自动操作水质监测的全过程。 水质自动监测站,实现自动取水监测。 监测指标主要有中解氧、高蒙酸原指数、氨氮、PH值等,每两小时为一个分析周期。 监测数据通过4G网络,将数据实时上传到水质管理平台。 这款水质自动监测站,也得到了水质监测部门的认可。 以前是靠人力去採养,去收集这个数据。 如果发现问题的话,再去处理会存在一个滞后性。 但现在我们安装完这个系统之后,可以够时去预警, 帮助我们第一时间去发现问题,然后去处置,提高了我们一个工作的事效性。 水质自动监测站,是通过数据信息化技术, 只能实现对河道污染物排放的24小时实时监控。 工作人员可实时准确了解水质变化情况, 科学分析问题,持续改善水质, 有效提升城市水质污染治理和管控, 让城市水域焕发生机,共享绿色生态之美。